另外一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民眾 不希望我們就是好像 像個過客一樣來這邊 一年十個月之後就一走了之 所以當時團隊在討論說 應該要有人出來 承擔選議員 如果覺得我們過去的服務做得好 然後我們過去的這個 不一樣的想法跟政績的提案 應該繼續被延續的話 那團隊應該要找一個人出來選 哥哥出來參選 除非他個人想要對地方服務的精神之外 更重要的是留下一整個團隊的概念 如果堂哥當選了你就要當他的助理 所以你是說話更好嗎 當然 那個呢 對於這個情緒 謝謝欣賞有很強的身位跟家 堂哥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壓力是一定會有的啦 他一直在博委的團隊裡面 承受的壓力也是不小的 對於地方來給我們的期許 對我們的這些期望 也是有蠻大的壓力 但是還是最終服務大眾 堅持博委的3Q精神來服務啦 對 不過我們都知道 其實堂哥分農的 所以他其實就是必須要 可能我們程隊要靠這個 這個博委的知名度來幫忙 這個堂哥來補選 會怎麼樣來幫他來做這個補選的部分 我們一般選舉的行動 活動行程都會 都會協助嘛 菜市場 車掃 我想這最後的時間 只要有空就會過來幫忙 所以我們關於 大家都很關心喔 大家都以為黨會是 以及經濟黨來補選 來就是 立選 怎麼這次會移不到你的成本呢 當時我們面臨罷免補選結束之後 那我們在地的團隊 大概就分作 有一些去禁儀或機場那邊 副院長那邊幫忙 那其他的人希望可以自己 為這個地方 繼續用不同的身分來服務 另外一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民眾 不希望我們就是好像 像個過客一樣來這邊 一年十個月之後就走了之了 所以當時團隊在討論說 應該要有人出來承擔選議員 如果覺得我們過去的服務做得好 然後我們過去的這個 不一樣的想法跟政績的提案 應該繼續被延續的話 那團隊應該要找一個人出來選 如果覺得OK 如果覺得我們團隊做得很棒 那就支持我們 那如果覺得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來順利當選 那至少是我們有做過一次的努力 可以說是當時 哥哥出來參選 除非他個人想要對地方服務的精神之外 更重要的是 留下一整個團隊的概念 這個之前朋友說 如果堂哥當選了 你就要當他的助理 所以你說話可好嗎 當然當然 因為當時 其實我們來到這邊的時候 除了 不是來選一個民意代表 不是選一個幾十人 一百人裡面的一個立委而已 而是在這個區域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心思 過去尤其這個團隊的特色是 他們過去都不曾參與政治 他們是從地面上長出來的 所以他們是真正的對自己的家鄉 對這個地方有不同的感情 所以不管是我們提出的 包含龍井全民運動館 或者是中火捷徑的這個體育館 烏日和平公園等等 都是過去從來沒有人提過的一些方案 我們需要議員 市府 以及中央能夠一起幫忙 才能完成這些建設 過去 我一個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很可惜 沒有辦法完成 希望能夠把這些點接續下去 台中是一個有活力的地方 大烏龍是一個有未來的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提出不一樣的想法 你可以有一個藍的朋友 一個綠的朋友 那無妨再多一個無黨的朋友 我想 我跟柏惟當然就是好朋友 在立法院裡面也是好戰友 那因為柏惟說也認識堂哥 那也對於他希望能夠 為地方服務的這些想法 其實都非常的認同 那尤其 其實過去台灣這幾年來 政治可以持續的有進步 那除了傳統的政黨以外 我覺得有很多像這個玄夜 這樣子無黨級的人 也願意說站出來在第一線去努力 那去擴展更多人的認同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這個難能可貴的 所以其實過去在不認識堂哥之前 不管說像是我自己的好朋友 像黃潔 亮君 吳征 很多這些現在都 因緣際會之下 走上無黨級的這條路 這些朋友也都有很好的表現 那這一點我對選頁其實非常的有信心 也希望說我們能夠讓台灣的這些 本土進步的力量能夠更多采多指 而且繼續往前 這個進步的方向來發展 馬斯克喔 以馬斯克的角度來講 他其實已經有Google跟Facebook這些前輩 那我想他在商業上有所成就 但在政治上可能沒有找到特別好的老師 我認為以他的智慧 所以多讀幾本書 多看一些例子 他就會發現自己已經身在泥澇之中 來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我們要邀請到我們的陳柏惟 要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還有我們的哥哥這位來到舞台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 柏惟要來演出我們的棒子 交給我們的堂哥 要來象徵我們的接棒使劍 他準備兩支球棒要來送我們的堂哥 要來給他們結束 接下過去他未完成的任務 接下他的棒子 繼續在我們的選區來搏跟打拼 現在他要象徵性的簽上這支球棒 在球棒上簽上我們服務的名字 把他交棒給我們的陳弦葉 兄弟相繼來努力 那我們一起為地方繼續奉獻跟打拼 我們過去的3Q團隊 我們這些志工夥伴 也會繼續參哥哥的後頓 繼續為他一起來為地方努力 讓我們的哥哥看一眼好不好 來陳弦葉 抖順 陳弦葉 抖順 現在博惟就要把這支棒子交到 拳葉的身上 讓他繼續接下這個中擔 繼續接下這個棒子 會選去那努力 來 把我們的弦葉劃解 陳弦葉 抖順 陳弦葉 抖順 我來發3Q團隊 大家畫肩膀實踐對不對 3Q團隊 肩膀實踐 3Q團隊 肩膀實踐 3Q團隊 肩膀實踐 感謝 現在又要來跟麥克風 交給我們的博尉 讓他們為我們的哥哥 為他們的堂哥 獻上你的祝福 3Q 大家第一次實踐我們哥哥 應該是 在理工20%期間 對手攻擊 說我們哥哥在做我的助理 說這樣不行 結果一個發言 說原來全部是孤僵 沒有兄弟姊妹 大家比較發言說 原來這是節北大 這個叫國民堂哥 自小時候 因為一個人的關係 所以 所以 韓書家 在這次下課之後 我都很喜歡 趙醫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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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的堂哥 堂姊 這會 七頭 過韓書家 可以說 一路大漢的過程 是看到一個更好的腳步 來作為一個社會人數